讲到这个内柱 他说一般人心向外慈善 奴家把它叫做放心 就是向外放 放肆不知归家 现在内柱就是第一步 要把外放的心收射回来 那我们平常为什么说我们心都外散 基本上叫做射心为戒 能源经叫做射心为戒 其实就是根绿 他就是把这个 我们是这样六根攀缘六成 言而彼此的生意 对射身相微触发 眼睛去追求 眼睛去追求妙色 耳朵都去追求妙生 鼻子追求妙香 舌头去追求妙味 类似像这样 这个不断地向外追求 心不忘 就是六根不断在向外攀缘六成 美妙的这些 所以就追逐这个五蜜 心这个就是放肆 就是经常在追求这些东西 那一般我们叫射心为戒 那能源经叫做射心为戒 这个是射心是根绿 就是你收射你的感官 不要去照做恶业 那类似像这样 那现在是射心为戒 射心为戒 你收射你这个心不要到处妄想 那类似像这样 把他拉回来 想这些想那些想太多 好 所以他就是射受外善的心 使心注到内心的所缘上来 那么也许念佛 也许呼吸 那类似像这样 就是用一个方法 把他收射起来 不让他向外奔跑 就是心 我们一般一般讲 心如平原意 意放难受 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要不要我们练这种 就是学习就好像逆水行舟一样 如果你不努力 你就会自然就往下退 逆水就不进则退 那心如平原意 就是在草原上奔跑的 那么你已经放出去奔跑了 你要把他拉回来 那不容易 所以要有一份一般公布才能拉回来 那也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九柱群 就是这一番公布 要把他收射回来 那内柱就是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很常见的就是 像我们念佛一样 去下岩念佛 多打妄想的多 偶尔挤去念佛 要是打妄想 经常打妄想 打妄想你念佛的时候多 那么 挖入心的时候也是一样 射心的时候也是一样 那你很容易就跑掉 很容易就跑掉 这个时候常常要拉回来 常常要用方法拉回来 那拉回来 那即使常常拉回来 那还是会跑掉 但是就是要用一顿功夫 就是要常常这样 好 这个叫做内柱 这个叫做内柱 这个时候比较累 这是你公务部的道理 那所以常常常就要 就要很精进 而且要很用心 第二个续柱 就相续了 那么起初设心的时候 心是出动不息的 出动不安的 照动不安的 这不容易啊 哪里也能够拉回来 然后就好像这个小孩子 他好动 那你等一下 你在做饭的时候 等一下他又去那里 你赶快怕他回姐 又把他拉回来 叫他阿住家那里 没问题 他又跑到那里去了 你又去哪 他跑来跑去 你慢慢抱这个小孩 抱不完 那这个心也是像这样 但是你一阵子之后 一阵子之后 慢慢慢慢 他也会累 就是说 那个心慢慢慢慢调回来 你的心有力量调回来了 所以一开始是出动不息 没有停止 不息是不停止 就是一直都是躁动 躁动 那么这个仪教卿也有讲 他说他两个形容词 一个叫做 如果你放纵他 就是他 他就是他像一个 一个没有被制衡的像 就是狂向无垢 或是猿猴得素 他们讲心眼欲马 就是猿猴之猴子 猴子一趟树跳下去 跳下去没有安定的时候 那个马一趟在草原跑 你不容易让他跑下 他一趟跑下去跑那边 那是像这样的 难可禁止 就是很难去控制他 很难去制止他 所以这个时候如恶马的腾药 不肯就放 那休息久了 动心也多少洗下来 就停止了 才能心住内静 相续而住 不再犹上 那个还没有 那个还很后面 还刚开始而已 但是这个要一段期间 那看人了 那要多久呢 不一定 看你多用心 然后有没有用功 还有过去生中 有没有这种习惯 如果有的话就很快 如果你曾经有休学过 然后再休就比较快 还要看有没有障碍 有些人要休学有障碍 有些人会有障碍 就没有善缘 你自己是可以 但是就是会有一些障碍 身体不好 邻居又怎么样 好像就没有休 不一定愿意休 家里又什么事了 休不然 社会又动乱了 你跟上坐好 坐好 屁股还没热 那这边又有事 那边又有事 那就有些不容易 那但是最重要是你有心要休 你有心要休 那第二个就是相续 一定要持续 一定要让他相续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如果修到最后 你没有那个坚持的心 不然你就算了算了 我也修不来 让别人去修吧 我要好我念佛就好了 就变成这样 那就会觉得 我也不是这种 我也不是这块料 然后就会放弃 你看那个二十亿儿 二十亿儿非常用功 他家里很有钱 他本来也没有出家 他是看到他的堂兄弟 表兄弟都是出家 而且都正阿罗汉了 他就觉得很羡慕 然后却说那我也要出家 结果是出家 他觉得我比别人晚出家 那个正阿罗汉了 我才刚才出家要休息 所以我要比别人用功 所以他非常用功 日夜都在用功 用功到走路 京城都 脚都有血 让他多用功 那心就是很急 那么越急 心就又不能安定 越不能安定 他就不能解脱 所以他最后就后来也累了 后来也累 那就身体累 心又跟着累 那累就会退 所以他后来也累了 他想说那既然这样 既然我这么用功 比别人还用功 我都没办法解脱 没办法成就 我肯定不是这块料 既然不是这块料 那我也不要强求 谁也 很多人会这样想 这样想是错的 没有人一定是什么料 没有人一定是什么料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想说 那既然我这么用功 比别人还用功 我都没办法解脱 没办法成就 我肯定不是这块料 那我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这里 一直在修又不能成就 我倒不如还俗 回家好好照顾亲子儿女 然后赚一些钱来供养三宝 还好一点 还有福报 在这里又不能成就又是福报 倒不如回家照顾家庭 不会两头都没有 然后他这样想的时候佛头知道了 知道他是可以的 就告诉他你太急了 太急了 这典故就是刚刚过去学什么 学浅调学一样太急了 所以太急而做不到就会退 身体会练 但是你不要太急 但是要用功但不是很急的 要调 那重点要让他相许 要持续做 要有那种持久的心 我一定可以 我一定要做到 我一定可以做到 那这样就渐渐渐渐 一阵子过后也不要太急 然后相续的做 然后慢慢慢慢 你没有被他打败 你就可以打败他 你只要不被他打败 你就能打败他 就烦恼这种也是一样 好 所以相聚而住 他就不再流散了 心就拉不回来 哪有拉不回来的心 哪有成不了佛的众生 没有啊 哪有修不了定的人 没有 都可以 都可以 那只要有方法 然后持续用这个方法 正确的方法 那也不要急 也不要缓 所以忠道就是不急不缓 那么第三个就安住 内住就是把常常往外跑的心拉回来 去就是一直这样做 一直把往外跑的心拉回来 持续一段情节 对 容易嘛 所以他今天就这样 那安住就是什么啊 他比较能够不往外跑的 还是会 但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较久了 就好像你的小孩一样 常常往外跑来拉回来 一直一直要让他拉回来 后来慢慢慢慢 比较不往外跑的 偶尔往外跑 那以前是偶尔在家里而已 偶尔在家里 现在是偶尔往外跑 所以他就是安住了 所以说相续而住 虽说相续而住 但还不是没有思念而流善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偶尔往外跑 那那个内住的时候是偶尔在家住 所以但休息到这里 能做到妄念一起 心一外散就立即绝两 这个时候心开始有力量 开始有力量 就要安住了嘛 安住不是说一直都安住 不是 他还是偶尔会坏伤 放肆的 流失 流善的 但是已经有安住下来 所以色心还住以所原装 你依然还用这个方法 所以他一直在调薪的阶段 你看这个内住 续住 安住 静住 都在调薪的阶段 都在那个方法不能放 一直在那个阶段 还没 这个是很粗的 这个还很粗 色心还住以所原装 到这个阶段 心才者说安定 暂且说安定 但还不是正安定 静住 这个就功夫更进一步了 已能做到不起妄念 那前面的人跟差别在哪里 安住跟进住差别的人 安住是起妄念 一下去就知道了 你看这差别在这里 这个是一直在妄念之中 一直在妄念 一直往外上 妄念就是心一直滩原流成 没有在所原上 没有在家里 那迅速就是你一直在把他拉回来 一直在拉回来 他一直往外跑 这个心一直往外跑 就外上 然后你一直要把他拉回来 在这个阶段拉扯拉扯的阶段 你一直用方法要把他拉回来 假设锁也是一条绳子的话 那一直要把他拉回来 那这个相续就是持续这样做 持续的 但是就是慢慢慢慢把他拉回来 那安住就是 他比较不往外跑了 往外跑的时间少了 那多数在这里 那偶尔往外跑 那你一发现他要往外跑 你就把他拉回来 就是你起妄恋 这个就是妄恋的时间导致 这个都在妄恋当中 这个都在妄恋当中 妄想 妄想分飞当中 就是你的心 散乱 妄想这些 他没有办法在所原上 专一 没有办法专一在所原上 所以你这个是持续这样修 在所原 那安住就是 心还是起妄想 心起妄想 但一起妄想你就知道 所以他就差别 这个都是在妄想 但是这个一起暗想 一起妄想你就知道 这个是什么 不起妄想 就不一样 差别在这里 所以他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安住所原 那么你只要不安住所原 就是妄想 你只要不安住所原就是妄想 因为你的方法 比如说你关呼吸 你只要不关呼吸 那个就是妄想 你在关呼吸 那你的所原就是呼吸 那你离了呼吸的所原 那就是妄想 那就是妄想 其实是这样的 就像你的所原如果是佛号 离了佛号就是妄想 好 所以他第三个 第四个 第四个 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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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屋跟进一步 不起妄想 那么不向外善失 因为要起妄想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他一要跑出去你就知道了 你就把他按下 他连动都不能动了 那第三个是他一跑出去你就拉回来 而且跑出去的次数少了 那前面两个都是一直往外跑 那你不断拉回来 这样的阶段而已 所以妄念将起就欲先绝了 你看到他一动 你就知道他一往外跑了 你就先把他按住了 那第三个是一往外跑 你就把他拉回来 就不一样 那刚才我们要把他刚刚动的时候 你就把他按住了 他不往外跑了 所以那个是心 先为治福 这样心人安定住一所远 就不会远散出去 所以叫禁柱 那这四个我们就很容易记起来了 内柱 续柱 安柱 禁柱 那这个是四柱 前面就不是柱 但是都是九柱心 但是这个是用内柱 续柱 安柱 禁柱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安柱所缘 所以这就是柱 就是依这个所缘为三 依这个所缘为主 你要离这个所缘 你就是往下 你就是往下 那么内柱是一开始都是往外所缘的 一开始要先把他拉回来 那续柱就是持续这样做 持续则心 持续则心 那安柱就是这个 他已经比较安定 往外的时间 妄想的时间少了 妄想的时间少了 那么进柱就是一有妄想 你就察觉不让他有妄想 就欲言挑唬 那大概就是这样 好 那再往底下看 那这样我们就比较清楚了 第五个叫做调顺 调顺就是色生香味处五欲 就是感官 感官我们叫做妙色妙生 妙香妙味妙处 言有鼻舌身对色生香味处 这五欲 贪嗔痴三毒 有五欲然后起三毒 加男女为十相 这个神使心流善 就是你这十个法 十个相法 能够让心还是会跑出去 那么现在心已经安住了 甚至定的功德 就是说一般我们会往外跑 不外乎就是想这些东西 不外乎就是想这些东西 他告诉你 你之所以亲子往外跑 不能安住 不外乎心跑出去做什么 就是想这些东西往外跑的 那么所以现在已经安定了 不往外跑了 那么身之定的功德 就能够知道欲的过患 所以这里是所谓的 五欲三毒加男女欲 这样是十种 所以以敬 赐欲 内心柔和调顺 不会因为这些相的幽默而散乱 那这个敬柱是他一动 他一动 他为什么动 因为这五欲男女跟贪嗔痴心而动 你就把他按住 让他不动 你就把他按住 让他不动 但是他还是动的 但是现在是调顺就是 那么你不会因为这些而动 之前是你因这些而动的时候 比如说你让他不动 一要动 你就让他不动 他现在你不会想要 你不会因为这个而动 就好像这个人 这个人喜欢 比如说这个人喜欢吃鸡腿 那么他一要去买 你就制止他 你不可以吃 这个不好 身体不好这样讲 所以导致他不能买 但是他心里还是想买的 但是你不让他买而已 你不让他买 他一要买 你就不让他买 你一发生他要买 你就让他不买 所以他也没得买 但是他还是要买的 后来他慢慢知道 这个杀生 吃这个没有饮料 这个身体不好 他不会想买的心 那这个就不一样了 你不用制止他 他也不会动 你不用制止他 他也不会动 那这个前任是因为你制止他 他才不动的 意思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内心柔和调顺 那不会因为这一些五欲三毒 还是男女的诱惑而散乱 心不会散乱 这个第六 所以他 所以说这个是安住嘴 这个开始调乎翻腦 这个开始调乎翻腦 所以他这里讲调顺 就是内心调顺 那另外还有极境 第六个是极境 实相是重于外境 六根对六层 五根对五欲 对于外境的诱惑 那内心的呢 你虽然对外境的诱惑 就是说不会散乱 但是内心的不散法 就是妄想 想这些 想那些 这些不散法 并不一定是恶法 不一定 他所谓的不散就是 他障碍你的禅定 他并不是好的 所以这些不散不是说 杀刀盈望酒这些不散法 不是 他就是障碍你的 就是不正寻思 那不正寻思 这些不散法叫八不散绝 之前也有讲过 我们看到219页 还回来看三圣共法里面 一样 修订有这些过程 219页里面 二座追尾 想到什么 亲属国土不死 以及追忆过去的事 乱想三思 这无盖 好 那么这些就是不正寻思 我们叫做八不散绝 我们来看 在这里有讲 那这里有讲六个 那有些讲六个 最早是讲三个 后来讲六个 后来讲八个 那来看 他说内心 内心 那么比较粗的是静 会因为静 会因为静 而劳动 那现在比较细的是 你的心 你的心 会有这一些想法 一些概念 它会劳动你修 让你不能专注于去 让你不能一心不乱 让你不能安定所言 类似像这样 好 所以他说内心发出的不善法 如不正寻思 那他举几个 这里举的一二三四五六六个 那一般是欲称慧 欲称害 贪欲称慧跟害 害就是要加害 那么这是一般说的三个 欲称害 那这里是写慧 一样是 然后还有就是国土清理不死 那再多加三个 就是这六个 这六个 那有些再多加两个 叫做足性跟轻武 八部三学 这里已经有六个了 那有些再加上足性跟轻武 那摄星就是讲这个 这个一教经的 还没有讲 就是放心设心 知心一触无事不犯 重此心者善很善生 再加两个足性跟轻武 八部善全 八部善全 不正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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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里叫做不善 他也叫不正寻师 他叫不正寻师 八部善全或不正寻师 不善不正 那他并不是那个沙道一共的不善 不是 那多 第七个 第八个就是足性 就生起傲慢 我是高贵重性的 要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轻武 然后就轻世 因为傲慢而产生鄙视 轻世 就轻蔑其他的人 轻武 这个是第七个 第八个 那一般讲三个是欲称汉 然后再多三个就是国土 那么亲礼跟不死 想到我家人怎么样 想我爸爸不知道够得好不好 想我的儿子 想我的孙子 想我的国家 然后想要不死 这个也是 只要离了这个所缘 想这些基本上都没有办法让心平下来 好 所以他这里讲 然后又讲到 五代 贪欲 称慧 昏臣 睡眠 吊绝二座 那这个我们说前面有讲 210由于这边有讲 有讲过 那我们就不再仔细讲 那无欲无干 那么对这些也能以内心的安定功德而克制他 这个时候你已经可以克制他了 所以他说这个也是烦恼的部分 所以前面还没有到调伏烦恼 前面只是让心安定而已 令心安定而已 所以安住所愿 那么这个第五六七 令心调伏 令心调伏 就调伏烦恼的阶段了 所以这个是激进 内心激进 就是没有这些烦恼来捞乱 内心激进 他说激进如中叶的极无生息一样 那这种激进不是涅反的激进 那不是 涅反的激进就是烦恼断掉了 这个时候烦恼还没断掉 他只是 他只是能够调伏克制烦恼 能够调伏克制烦恼 不受他影响 这个还不是涅反的激进 不是 所以第七个最激进很简单 激进的 然后再最激进就是升级法 基本上就是这样 上面的激进还是以进而制服 寻思等烦恼 就是八不正寻思这个 那么还不是没有陷起 还是会陷起的 但是一陷起你就调伏他 跟那个妄想一样 这个安住 他一陷起你就调伏他一样 他离开所有你就调伏他一样 但是这里进驻就是他不会陷起 那妄想不会起 那这里的调伏烦恼也是一样 所以说他是以进而制服寻思等烦恼 还不是没有陷起 现在能进步到寻思一起就立即出现 这个是最极极境 就是你这样的新的烦恼 那么一陷起 那么你就能够调伏 这个是最极极境 那这个跟我们看347月 那么进驻类似 但是他因为他是条安住所言的 他说妄想一起 妄愿一起 就能预先解了先为之福 那是不是一样 就是他到那个阶段了 只是他阶段不一样 这个是心起妄想的时候 这是心起烦恼的时候 那不安住所言 那这个是心起烦恼 你一开始你就知道能够调伏他 好像他不起 所以这个叫做最极极境 最极极境 他说前面的四柱心是安住所言 有没有 前面四柱就是安住所言的过程 到修止 他说但是修止成定 主要是为了离遇 而不善之法 所以定立一强从五到七 就是降伏烦恼的过程 有没有 调伏烦恼 就是降伏烦恼的过程 安住所言 那么调伏烦恼 然后这里就是降伏烦恼 一样 那么必敬而又敬 清建了 安建了 安定了 这才去向正定 所以第八 第九就是去向正定了 开始去向正定 去向正定就是专注于去 那我们说定就是心理尽性 所以他专注于去 然后等词就是去向正定 那等词就是无功用了 等于我们再来看 第八个专注于去 所以去向正定就是第八跟第九 第八跟第九是去向正定 那么专注于去心理安住 不受内外不良因素影响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变成痴 那么这个是外不良因素 就是外境 外境 这个是内心 那这里就是他已经克服掉 这一些不好的因素影响 那这里基本上就是类似像 五欲 八不寻思 五欲 八不寻思 这些不良因素 你看他前面写的就是 用红色的 我会看不到 用黑色的 他说有不良因素 因为这里前面 让心不能安住的是什么 十项 有没有 他这里讲 我们来看 让心不能安住的就是十项 有没有 第347月 那么色身相慰处五欲 贪身吃三毒 将男女十项 人死心流善 不能安住 有没有 十项 那么这十项 使心流善 不能安住 不能安住 所以这个是外境的十项 看身吃 男女 拿到五欲 这十项 使心不能安住 那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是 这个是内 内心 内心的烦恼部分 内心的烦恼部分主要是什么 八不寻思 八不正寻思 八不正寻思 那这个是十个项 十项 十这个十项 贪身吃 五欲 还有这个男女十项 八不正寻思 就是烦恼 那么你专注于去 就是调伏了这两个 你才能够到这里 这个也调伏了 这个烦恼一起 这个妄念一起 你就知道了 让它不起妄念 然后治愈也不起妄念 那么这个 这个新的烦恼一起 你就能够除全 就能够除灭了 所以他说 内外不良的因素 这个是外不良的因素 这个是内不良的因素 其实是这样 好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心已经安住 不受内外不良因素所动乱 那就是前面这两部分 不能安住所言的实相 以及那种这个 这个心不能不起烦恼 不能不动乱 都八不正寻思 那么这些因素不会动乱 零到了 零到了 就是到达了 那么平等正直持心的阶段 零到就是快到了 还没到了 它是快到了 已经将近到了 那么就此努力 使心专注于统一 能不断的任运的相续而助 平等正直就是等持 已经快到了 那是还没到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 不断 那能够努力 你要努力使心专注 能够不断任运的相续而助 所以还是要回到 就前面一样 相续 相续要这样做 等持 这是专注于去的更进一步 功夫成熟 不要再加功用了 无作形而任运自在 无散乱的相续而助 休息 休息此而到达这一个阶段 就是什么 就要得定 还没得定 得定要出场才得定 那这个时候是久住心 还没得定 但是一般来讲 第九住心等持 基本上有一点就是一心不乱 那这个时候 如果他是未到地定的话 因为有时候他就是未到地定 如果他是未到地定 这个时候就可以发五六位 如果发五六位 他就是会解脱 他就是会解脱 好 他说修订的方法不一 到达的时间也因人而不同 就是你会不会成就 要怎么成就 成就到哪里 当然是依你修订的方法 依你的根基 依你的努力 当然就不太一样 那么他说住心的教授 就是教导你怎么样让心安住的 教导怎么样令心安住的方法 也说有种种 就是有几种 他只是举一个例子 一个八段形 就我们前面说的 然后从最初设心到成就的计定 叙述这一完整的学程 一圣者所说修设的方便过程 不会超越久住心的 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阶段 那么没有其他的 当然如果有其他的说法 也是不会超过这个范围里面 所说的 所以不管其他的什么方法 基本上大概就是不会超 再有超过其他的说法 那么就算有也是跟他类似的 所以不外乎久住心的法 所以修习只应依此修习 而认识自己的进程到了什么阶段 所以你了解了之后 你就说我现在到哪里 我必须要再什么做 因为你知道你做到 然后你知道 下一步要到 要继续做 你现在是内住 那你就要续住 续住 后来你就要安住 安住就要进住 进住完了之后 要开始跳舞内心的烦恼 内心有哪些烦恼 就八不正行事 那在内住续住的时候 有什么烦恼 你就是心妄想 想这个实相 起贪起餐起吃 然后因为外境 起贪起餐起吃 那因为这个外境 那么拾取这个舞欲 那么拾取妙色 妙生 妙香 妙味妙醋 那我常常在想 我之前去试试问哪一个餐 在那个餐厅 气氛极好 那个味道极好 极便宜 那个人 陶老板娘极好 老板极好 我在想这些 心就会散乱掉了 那类似像这样 你知道你 你发现到 我现在在修餐厅 跑到哪里去了 那我现在在哪里 我要做些什么 我应该要做些什么 那我已经做到哪里 我应该进一步再做些什么 类似像这样 那等到你做到 觉得你现在任运了 等辞 那接下来就是 要再努力 要怎么样 要入定 好 所以他说 认识自己的进程 到了什么阶段 以免真上半 而遗误了自己 意思是怎么样 你没有得定 你以为你得定 你以为你这个就是定 其实还没有 你心里面还会想 想一些 想一些这样的想法 你都不知道 你还以为你已经得定 没有 其实你会发现到很多人 就是自己修 然后自己修 自己感觉 这一段正上半 没有成就以为有成就 就是他也不是大妄明 他就是 他也不是欺验别人 但是他被自己欺骗了 他被自己欺骗了 然后再告诉你 他已经有什么有什么 其实没有 这是正上半 他就没有得定 就没有得定 以为有得定 其实都还在住心的阶段而已 他就以为他得定了 若得清安乐 事明只成就 那怎么样才叫做你有得定 只成就就是你已经得定了 得根本定了 那久住心后面就是什么 久失定了 那出财开始就是要根本定 就是要根本定 那前面还不能叫定 那他说在休止的过程中 早就有些轻快疏悦的身心感觉 一般法我们会叫做清安 清安 那有深清安跟心清安 那通常都会有 有时候很累 然后打坐 就觉得很舒服 那一开始你不管怎么样 都会觉得就是有时候 比如说你只要静坐或安坐 你都会有那种感觉到很明健 很舒服 那有些人坐一坐又被想起来 很舒服 就会沉浸在里面 有些也会 他那种舒服还是很 一般来讲还是很粗的 很粗的 那现在来讲就是说 早就有些就是前面的过程 那就会有一些轻快疏悦的身心感觉 那么而也一定有热处冻处等发现 那讲到这个处 基本上是讲到八处 因为他这里是讲热处冻处 老师只是讲两个 那我们把这擦掉 那么修久住心也会有 那通常是修定的时候 这个过程里面 它会有八种感觉 叫做八处 叫做八处 那么八处基本上是人软轻重 前面动痒 痒 动痒 能软轻重 华色 应该讲色华 色就是粗色 华就是夕华 那也可以講粗細 那這個叫做八粗 動粗 養粗 冷粗 冷粗 暖粗 就是感覺 就是你 因為我們是這個身體是物質性的 就是四大而成的 所以他會身心產生一些變化 那導師這裡是講到這個是什麼 熱粗跟動粗 熱就是這裡 熱粗 動粗 那這個有些有一個形容詞 我們把它寫一下 既然講的就稍微講 他說八粗裡面 這個動是身體戰動 通常都是身體 身體的一種感覺 戰動 那這個也很常見 那有些人 有些人是有意識的自發性 有些人是無意識的 有些人就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喜歡動 那通常動有時候會 就是一般的動 一般的動 分成所謂的氣動 或靈動 有沒有 常常會看見人 打坐 讀到一半 會key down 類似像這樣 然後有些人會做的 他會自己搖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那怎麼辦 每次做都會搖 會怎麼辦 不要做 先起來 這個是動 氣動 一般叫氣動跟靈動 它多數是氣動 靈動就是 有些眾生 它會讓你 然後有些會 有些坐一坐 他起來 會大哭大笑 然後或是會起來會打索音幹嘛 有的沒有的 反正坐在那邊 反正就一大堆 有的沒有狀況一大堆 那有些是靈動 有些是氣動 那通常就是氣動 因為 腳呼吸啊幹嘛 有些身體產生 那些是身體氣動 那癢 癢是 把這個八處稍微講一下好了 就身體發癢 一樣 有些覺得全身 全身癢 有一點全身不自在 像我床下咬一樣 那忍 忍基本上是 身體 身忍如冰 這個是講的比較誇張 就是感覺到忍 感覺到有韓義 那這個是身熱如火 它有一個形容 它不一定是完全這樣 但是就是說 那種形容詞 身體戰動 身體發癢 身忍如冰 身熱如火 就感覺到一直熱起來 一直流汗 冒汗 也會這樣喔 回來今天就流很多汗 然後這個輕 這下面六個處 動處 癢處 冷處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這個重 輕跟重 就感覺到身體很沉重 身體沉重 它形容詞是身重如山 感覺到很重 那這個是身體感覺到很輕 那麼它說身輕如雲 這不知道是誰去形容的 但是它就是有這樣的形容詞 然後色 出色 它就是身如木皮 好像木 那個樹木的皮一樣很粗 樹木的皮是很粗 粗色 身如木皮 那滑呢 那麼身滑如枝 就像柳很細滑一樣 那個油脂 那個油 某些人很細滑 身滑如枝 油脂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一個八粗 就是你在修定 可能身心有這一些 比較粗的變化 如果比較細的變化就是 人眼睛講的五四陰謀那一種 見光啊 然後忽然就不見了 看見自己的血液 看見裡面的小蟲 好像一大堆 就非常多 基本上就是五韻 五韻是色受響形式 它會產生種種變化 那這是更細的 這個是比較 修定有一些比較粗的 比較粗的這些感覺反應 變化 基本上就叫八粗 那這個是一般你會很常看到 氣動靈動 反正就是這個 然後癢也會有 那清安也會有 就是有一種清安的感覺 所以它這裡講 它說千塊書葉的身心感覺 那這裡千塊書葉就是什麼 輕啊 輕 那書葉可能就是細滑 那麼也會有熱粗動粗 熱 忍 熱 動 那還有癢啊 忍啊 重啊 當然都會有 導師沒有想全部講 那就大概講一下而已 但是實際上它一般講 就有八種 就是八粗 他說當你只到九柱心 第九柱心等詞 若能夠無分別無公用的任運 還只是類似於定 它還不是定 就等詞第九柱心還不是定 還不是定 它去向正定而已 它還不是定 然後我們說它 如果勉強要講 有的人說它是會道地定 那麼不能說以成就定 就是止了 好 他說這一定要 那怎麼樣才叫做成就定呢 等詞了還不能叫做定 那什麼叫做定呢 他說要怎麼樣 這樣升起身心的輕安樂 就是要感到輕安 那麼引發身心精進 能所緣 與所緣能自在有堪忍 這才名為止成就 也就是得到第一階段的位到地定 所以這裡導師是說 在九柱心之後 有一個味道地定 那我們說有一些人就把 第九柱心等詞 就說成是味道地定 但是導師這裡 如果以導師這裡來講 第九柱心還不是味道地定 那九柱心之後才有味道地定 那味道地定之後才有什麼 才有出彩跟本定 就變成是這樣 所以他說 因為他說第九柱心還是等 還是類似於定 不能說以成定 然後而且他說 一定要得身心輕安樂 引發身心精進 所緣自在有堪忍 那麼他說這樣是得第一階段的味道地定 所以這個有些說法就不太一樣 不過以導師講的就是 在九柱心之外 如果以這樣我們剛才講 那有些說第九柱心等詞 第九柱心叫等詞 第九柱心是等詞 那有的說這個就是味道地定 那導師這裡很明顯的講 它不是 它不是 第九柱心之後 有一個味道地定 那它也不是出彩 味道地不是出彩 那因為時間到我們先講到這裡好了 我們才再講 從這個味道地定之後再來講 大家恆長一下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故極於切 故極於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好